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这些了不起的大人物 都希望自己产生 可是呢 都不过 至多至多 活到一百岁 没有 都没有 都不到 那么他们的智慧哪里去了呢 智慧这东西 这说起中国造字来了 中国的造字啊 真是聪明 你看智慧两个字怎么样 智是日知 慧呢 心慧 我们每天都知道一点 我们的心就聪明起来了 你只要一天不学 你就到退了 你假设不好好读书 我大学毕业了 或者我怎么样了 我现在已经学富五季了 了不起了 你停下来了 你不知道自己是慢慢在退步 就是我刚才说呢 学入逆水新舟啊 不进就退 所以 这说起来 现在我想在座的大概每一个人包包里头 兜兜里头都有个小电脑吧 谁都是不识地把电脑拿出来 看看有什么 谁来着的 这个发明电脑的人呢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发表他的意见 他说你知道吧 电脑不是我发明的 七千年前呢 中国人已经发明了 他指着什么 指着福西的八卦 现在的电脑一正一反 是不是 福西的八卦一阳一阴 从这一阳一阴 这个八卦 把这个自然 人类 动物 植物 日月 星泽的东西都盖了 所以就说 一阳一阴之为道 这就是道家 老子 老庄 列子 这些人 就是根据这些东西 知道这个世界 天地中间 就是一正一反 一阴一阳 那么七千年前呢 福西呢 就是看到那会儿 他躺在那会儿 想着 这个怎么能够代表天呢 这个天什么东西隔断没有 画了一横 我们管这叫先天一画 那么那先天一画呢 到了地上呢 有高山 有低的水 有各种不同的 那么有这个先天的一画 地上就分出来了 就这 所以这是阳的 这个分成一阳 就阴的 那么山 所有我们的人身 所有的地啊 就拿着手掌来说 手心 手背 一阴一阳 身前身后 一阳一阴 这一个桌面跟桌底 一阳一阴 白天跟晚上 一阳一阴 所以 福西犯了八卦 周恩王来解释他 就是 解释了就是说 钱 玄 利 真 四个字 他的儿子周公 把他这四个字 元 横 利 真 四个字 再加以解释 就是我们的《易经》 我们的《易经》呢 大家崇拜西洋的时候呢 就说 我们中国都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 都补了 都不能要了 一直等人家这个发明电脑的人说 中国七千年前就已经发明了电脑 他这个 一阳一阴之味道 天底下就是一阳一阴 一阳一阴合起来 起了动作 于是就成三 这个三呢 再有内卦 再有外卦 于是就成了八卦 从这八卦里头呢 有六小 这个六小呢 成八卦 八八六十四卦 就是阳跟阴不停地倒换 就成了自然的现象 人间的现象 一切的现象 都在这一阴一阳之间 然后有所谓六小 六小呢 在不停地变动 你给它不停地安顿之位 就跟现在的正凡 你怎么变它 就可以有无穷的东西出来一样的 所以我们从三百六十四小 再延伸 每一小再有八卦 每一卦再有 再有多少小 这么下去 可以延伸到无穷尽 所以当《易经》他把这个卦象排下来的时候 密密麻麻的 哪一个都可以说一个故事 所以这个电脑的发明的人呢 还对于中国的东西颇有研究 大概人家告诉他们 中国在七千年前就发明了这个八卦了 所以我们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宝贝 我们也都知道在中国 这个所谓全世界的四大发明 而我们呢 知道 我们的文字也是按照自然的现象 自然的变化 所以我们造字呢 也是这么造出来的 中国字可以造的无数的多 那么你们知道日本的片甲名 韩国的这个 这个 它的字母 都是从中国字里都拆下来的 你们一看日本的那些字 都是中国的片字旁 所以呢 这又说起一个笑话来了 当然日本也不承认 韩国也不承认 韩国甚至于最近有人在那发表 说是中国的所有的文化文字都从韩国来的 他正好都错了 是 商咒的时候 咒 周武王把咒灭了以后 于是呢 因为咒把笔杆挖心了嘛 他说这圣人的心有七窍 那么你这么好 你这么了不起 是他的叔叔耶 我看看你的心是不是有七窍 所以把他的心抛开 看看 后来周武王看他就发咒了 就成了周朝了 周朝有八百年的天下呀 那么 这一些东西就表示 中国在多少年前 我们的祖宗真了不起 我们的祖宗把文化跟文明融合在一起 那么他们的智慧呢 不但用在现在又用的茶杯啊 这块这一些东西物质的 形而下的东西 而且呢 他把它弄到高的地方 形而上的也都包固在内